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 欢迎继续关注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在上节咱说到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海岸边 飘来了几个黑色塑料袋 里面装着20多块人类的尸体碎块 美国警察追查诗员 发现死者是一个出租屋的房东 据租客反映说出租屋里不久之前 搬进来一个奇怪的哑巴老太太 房东总去找她 那后来房东就不见了 一系列的曲折调查之后 警方发现这个哑巴老太太 竟然是著名的大富翁 罗伯特杜斯特假扮的 于是马上把他逮捕 但罗伯特马上就交了30万美元的保释金 并逃之夭夭 虽然后来再次被捕 但他斥巨资请来的律师 靠着零牙利齿 给他做了完美的无罪辩护 最终他被判决无罪 当庭释放 尽管罗伯特被无罪释放 但是警方并没有就此罢休 毕竟这起案子的所有线索 几乎全都指向了他 说他无罪 警方是很难接受的 毕竟警察是专业的 他不会像法庭的陪审团那样 被律师的慷慨陈词轻易骗到 所以警方打算仔细的查一查 这个罗伯特的底子 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把柄 而这一查 警方果然就发现了更加劲爆的线索 原来早在20年前 罗伯特就曾经被指认和两起失踪案件有关 当时警方还有很多人都认为他杀害了那两个失踪的人 而那两个失踪的人更加让人意想不到 分别是他的妻子和好朋友 而在20年前的两起指控当中 罗伯特还是跟这次一样用金钱摆平了一切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那两起案件似乎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把时间拨回到20年前 看看那两起案件是怎样的 1982年2月5号 当时只有38岁的罗伯特向警方拨打了一通报警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 他的老婆凯瑟琳失踪了 自己现在不知所措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向罗伯特了解情况 罗伯特表示 他和妻子凯瑟琳已经结婚9年多了 妻子是一名牙科护士 5天前 1月31号晚上 妻子去参加了一个聚会 回来之后又去了纽约 然后就失去了联系 在独自寻找了5天之后 因为没有结果 于是罗伯特选择了报警 随后警方找到了当时那场聚会的举办者 是凯瑟琳的一位好朋友叫吉尔伯特 通过对吉尔伯特以及罗伯特的询问 还原出了凯瑟琳失踪的大致经过 在1月31号下午 凯瑟琳开车去往好友吉尔伯特家参加聚会 但吉尔伯特发现 那天的凯瑟琳很不正常 他穿了一身红色运动装 但是非常邋遢 一般来讲 在这样的聚会当中 大家都会稍微打扮一番 更何况 凯瑟琳以往一直都是非常的注重外在形象的 但这次他穿了一身邋遢的运动装 这让他感到非常意外 除此之外 在聚会期间 凯瑟琳接到了丈夫罗伯特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当中 罗伯特让凯瑟琳马上回家 但奇怪的是 凯瑟琳在接完电话之后 浑身发抖 好像非常不安 十几分钟以后 凯瑟琳对吉尔伯特说 他得走了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 你一定要来看一眼 之后 他就离开了 根据罗伯特的表述 凯瑟琳当天晚上回到家中的时间 是在晚上7点30分 罗伯特表示 凯瑟琳当时看起来应该是喝了点酒 但是没有喝醉 可能也是因为喝了些酒 回家之后没多久 他们就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了争吵 两人越吵越凶 凯瑟琳一气之下 声称要独自回纽约 他们的公寓里去住 要自己冷静几天 罗伯特说 你想回就回吧 但是不能开车 凯瑟琳妥协了 决定乘坐当天晚上9点17分的火车 回纽约 于是在晚上8点半 罗伯特开车 送凯瑟琳上了火车 然后罗伯特开车返回家中 回到家之后 为了缓解心中的抑郁 他去找邻居喝了点酒 之后又独自在外面散了会儿布 在晚上11点15分 正在外面散步的罗伯特 用路边的公用电话 给他们在纽约的公寓 打了个电话 想看看凯瑟琳到了没有 凯瑟琳接通的电话 说已经到了 包括后来公寓的门位也证实 凯瑟琳确实在当天晚上 回到了公寓里 不过在这通电话挂断之后 因为俩人毕竟发生了争吵 所以罗伯特为了让凯瑟琳 冷静几天 一直到2月5号才再次跟他联系 但是这一次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了 后来他去了妻子工作的医院里面询问 同事们也说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来上班了 这就是凯瑟琳当时失踪的情况 几初警方觉得 这应该就是夫妻在闹别扭 妻子不开心离家出走了 这很正常 也许过几天不生气了就回来了 因此警方当时并没有打算深入调查 那没办法 罗伯特只好自己发布了寻人启事 悬赏10万美元 征集妻子的线索 但是这个地方有意思的是 没过多久 他就慢慢的把悬赏金额逐渐下调 最后下调到了1万美元 最终又不了了之了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丈夫罗伯特具有重大嫌疑 这其中包括凯瑟琳的朋友吉尔伯特 他也认为凯瑟琳的失踪一定和罗伯特是有关系的 他们这么认为也不是空穴来风 根据吉尔伯特回忆 在凯瑟琳失踪前三周左右 他曾去一家医院里治疗面部擦伤 当时吉尔伯特问他 你这脸是怎么擦伤的 凯瑟琳说是丈夫把他打伤的 这个情况或许能够进一步说明 罗伯特确实是有嫌疑的 但因为警方并没有调查这件事情 吉尔伯特和凯瑟琳的妹妹 为了查清真相 曾经在案发后来到了凯瑟琳的家里 因为妹妹的手中有他们家的钥匙 所以他们趁罗伯特不在家的时候 进入到了他们家中 展开了调查 在调查过程当中 他们的确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他们发现在凯瑟琳的家门口 放着好几袋垃圾 他们把垃圾袋打开 发现里面装的竟然全都是凯瑟琳的私人物品 包括他的衣服 书籍化妆品等等等等 毫无疑问 那么换句话说 罗伯特对凯瑟琳的失踪 应该是知情 甚至是要负责的 而更为可怕的是 吉尔伯特发现 在凯瑟琳失踪的前几天 他曾经请了律师 向罗伯特提出离婚协议 协议当中包括了财产分割问题 但是罗伯特拒绝了凯瑟琳的所有要求 而之后没几天 凯瑟琳就失踪了 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另外之前罗伯特跟警方说 31号晚上他把凯瑟琳送到车站 之后他回到家里 去找邻居喝了点酒 但是妹妹找到邻居询问之后 却发现 人家那天晚上根本就没跟罗伯特见过面 更不用说是喝酒了 这说明罗伯特他在撒谎 种种疑点表明 罗伯特的嫌疑确实是很大的 有可能是他杀害了妻子 又贼喊捉贼 可是面对这些线索 警方依然不为所动 理由是他们提供的证据不够充足 这本身就很奇怪 查清事实 寻找证据 这是警察的本职工作 但他们却以证据不足为由 拒绝了妹妹和吉尔伯特 要求警方调查的请求 这难道不奇怪吗 因此这起案件当时 被警方当作一起普通的失踪案 没有再做处理 直到18年之后 2000年 这起案子才重启调查 不过启动这次调查的不是警察 而是一群记者 有些时候记者的手段确实很有用 他们网络各处的消息 发现罗伯特有一位女性朋友 名叫苏珊伯曼 他们从大学时期就认识了 俩人一直保持某种暧昧的关系 而且在当年凯瑟琳的失踪案件发生之后 苏珊还站出来 帮着罗伯特说话 那么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 记者们认为 这个苏珊有可能知道罗伯特的一些秘密 于是他们联系到了苏珊 准备进行一次采访 然而就在记者动身前往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000年12月24号 加州洛杉矶警方收到一封神秘来信 信上并没有写记信人的名字 只有一枚邮车和收信人的地址 收信人就是洛杉矶的某个警察局 而信里的内容更是让警方感到惊讶 信上写着 在某某某个地方有一具尸体 只有这一句话 作为警察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于是他们立刻赶到了 信中所写的洛杉矶某地的这个地址 到了以后 发现这是一栋漂亮的房子 但是房门是开着的 警方向里面喊话 没有人回答 于是他们进入了屋内 结果发现 有一名女性瘫倒在地上 她的后脑中了一枪 已经死亡了 经查证 死者正是罗伯特的朋友 苏珊博曼 案发现场的物品都非常完好 没有财务丢失 没有打斗的痕迹 苏珊的衣着也非常完整 因此警方判断凶手不是为财 不是为色 那应该是有其他的目的 而从现场完好 没有打斗的痕迹的情况来看 推测这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通过尸检 法医判断苏珊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 但奇怪的是 另一边的警方通过对信封上油车的判断 发现这封信寄出的时间 竟然是在警方发现尸体的前一天 那么也就是说 这封信极有可能是凶手寄来的 而且凶手显然是想让警方尽快发现苏珊的尸体 他甚至有可能在还没有动手的时候 就把这封信给寄出去了 那么凶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苏珊的死亡时间也非常巧合 前脚记者正要来找他采访 后脚他就在家里遇害了 要说这是巧合 估计很难让人相信 于是这起案件发生之后 大家的矛头再一次对准了罗伯特 都认为他是杀人凶手 为的是阻止苏珊和记者见面 防止自己的秘密被人们发现 而且记者调查发现 在案发前几天 罗伯特的行踪也非常奇怪 那几天他原本在外地 但是就在案发前两天 他又飞回了洛杉矶的家里 跟死者在同一个地区 这完全有作案的可能性 但是即便如此 因为没有切实的证据 警方对此仍然没有在意 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 把这起案件定性成了一起悬案 甚至还莫名其妙的宣布 不再继续调查了 而且从那以后 罗伯特就消失在了 大众的视野当中 直到又过了一年 发生了咱们最开始说的那起案子 一对父子在海滩 发现了几大尸体碎块 之后警方抽丝剥茧 查到了罗伯特 但就像之前说的 他利用超能力 让自己成功脱罪 不仅交了30万保释金 更是花重金请律师 给自己辩护成了无罪 被当庭释放 但是毫无疑问 罗伯特的疑点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难道真的就只能让他 逍遥法外吗 其实如果罗伯特的戏 没那么多 继续猥琐发育 不再冒头 那没准他真的会逃脱 美国法律的制裁 但是这个人 他按捺不住啊 毕竟有钱的生活过惯了 总想生活在聚光灯下 他总想冒头 9年之后 2010年 有一部电影 名叫 所有美好的东西 在美国上映了 这部电影 大伙可以看一下 它是根据 凯瑟琳失踪案 以及苏珊谋杀案改编的 电影的编剧 在剧本当中 发挥了合理想象 在上映之后 导致很多人 又一次 把矛头指向了罗伯特 而罗伯特自己 在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 萌生了一个浪漫的想法 他联系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 安德鲁杰瑞克奇 希望安德鲁能为他拍摄一部纪录片 他希望自己亲自讲述有关这两起案件 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但其实 他自己私下的目的是希望编造一个完美的谎言 通过纪录片 让大家相信自己不是凶手 那么在收到这份邀请之后 安德鲁非常感兴趣 果断答应了 在一番精心准备之后 纪录片正式开拍 在这期间 他们重新梳理了当年的各种物证和证词 导演希望把大众多年来积压的疑问 通过访谈的形式 让罗伯特本人来解答 而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 罗伯特的回答严谨 且有逻辑 似乎找不出什么漏洞 这导致几集拍下来 不仅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大家甚至慢慢觉得 这个罗伯特也许真的是无辜的 那由此看来 罗伯特的计划就快要成功了 然而就在纪录片结束拍摄的时候 因为工作人员的一个小失误 让他们歪打误撞 有了惊天的发现 说当时采访结束了 设置组关掉了摄像机 告诉大家可以打板结束了 但实际上呢 虽然他们把摄像机关了 但是忘了把麦克风也给关掉了 这个麦克风呢 当时挂在罗伯特的身上 罗伯特拍完之后想上厕所 所以直接就挂着麦克风 就去了厕所了 当然他不知道啊 他以为这个麦克风已经关了 大伙都以为麦克风关了 但实际上他们忘了 那这个罗伯特呢 当时可能也是高兴 心想终于拍完了 这谎言算是圆过来了 这一下大家不会认为 自己是凶手了 那心里这么想着 他高兴啊 他就自言自语 在厕所里边 就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 还问我做了什么 我当然是把他们都给杀了 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了 直到后来 设置组回去之后剪辑视频 才发现罗伯特当时上厕所的时候 竟然忘记了给他关麦克风 而且他在厕所里面 竟然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于是他们马上把这段录音 作为证据交给了警方 很快两个月以后 罗伯特再次被捕 而这一次 他们也有了充分的证据 2015年3月 法院以三起谋杀罪 判处罗伯特杜斯特 有期徒刑85年 至此 这位拥有超能力的富翁 不再超能 等待他的 只有无尽的牢狱生涯 那么到这 这起案子 咱们就说完了 其实咱们纵观这起案子 不难发现 这个罗伯特杜斯特 他之所以能够三番五次的逃跑 全都是因为那个 所谓的保释金制度 当然人家有这个制度 可能也是有他们的道理 如果放在咱们这 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旦进来 有罪 那跑是肯定很难跑的 总而言之吧 美国这个特殊的保释金制度 给咱们呈现了一个 如此反转 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的案子 好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了 我是大腕 如果您喜欢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搜索大腕说故事 点击关注即可 好 咱们下回再见 品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